天气特别是今天不仅下雪 而且风力达到了七级 把它称为叫白毛雪 由于在东北这个地区 大家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的习惯性 所以从我们现在来看 哈尔滨的道路的交通情况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拥堵 由于在这之前 哈尔滨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预案和措施 比如措施上下班 比如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道路的实行单双号 我们所看到 只是由于雪使一些车辆难以通行 刚才我们也在高速路口拍到了一些画面 很多的货车也出现了滞留 另一方面我们从铁路部门 也刚刚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哈尔滨火车站上下行 一共有40余列列车出现了晚点 由于目前公路的客运受到了影响 很多旅客都涌到了铁路 现在所以说在火车站 也出现了旅客滞留这种情况 现在哈尔滨的铁路部门 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对于这次大雪 东北如果像这样的 我们像有关的专家也经过 延迟一到两周 应该说对整个农作物的生长 和今后的播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预计关闭两个小时 后来又退迟了两个小时 结果最后由于不断的降雪 一直到现在是一直处于这种关闭状态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几十架的飞机出现了延误 有大量的旅客出现了滞留 由于这次降雪是黑龙江城普遍性的 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是中 是中